好,我们是时候应该学习一下 如何利用你的iPad预览你制作的电子书 以便测试已确定你对电子书的内容页面与显示方式 当一切OK了,我们学会如何把我们的iBooks输出 然后以便你可以上架到伺服机或者网站给读者下载 这是之前我们所做的电子书 首先,使用iPad内部的USB接线 将iPad连接到你的电脑 接好之后呢,就点一下浏览这个按钮 接下来你会看到指示分布你打开iPad上的iBook输库 当你已经启动iBook之后呢 便可以继续浏览的过程 你会发现到你的电子书出现在iBook输库的左上角 当预览完毕后,你的电子书就会自动打开 书里的简介媒体便开始播放 你可以用手指扫动iPad 检视一下电子书的目录 然后再看看不同的内容页面 如果你没有设定停用直向 你也应该这时候直握着iPad 再看看一下版面内容的显示是否理想 当一切OK后 你便可以输出你的电子书 就在档案按一下 然后选输出 再选iBooks 当输出完毕之后 你就看到你这个iBooks的档案 你可以把这iBooks的档案上架到你的伺服机 或者网站给读者下载 但如果你担心你的读者没有iPad 你也可以建立成PDF档 就在这里按一下 同样的按输出 然后按PDF 当输出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打开你PDF的电子书 要记得留意的就是 你的PDF电子书呢 将会失去所有iBooks的特征 例如影片啦 还有其他互动元件 OK 又是你练习的时间了 首先 先将你的iPad连接到你的电脑 接好之后呢 再用那预览的功能 在iPad检视你的电子书 确定下你的内容页面 目录 还有其他媒体是否OK 当一切都OK了之后 就把你的电子书 输出成iBooks档 然后上传到你的网站或者伺服机 下载看看一下 然后再试试一下 把你的iBooks转换成BDS档 再打开BDS档 看看一下 有什么分别